大團隊的人都到齊了 到齊了 我們時間到委員的人數也過了 我們是不是就開始開會好不好 我們就開始有關那個 這次有關那個大團交流道配置的 還有一些大團交流道應該是新增這個大團交流道 另外一個有一些配置的調整 其實是兩個部分 那是不是首先請中紀錄稍微做一下說明 中紀錄說明 本案本署之前在109年4月24日辦理專案小組出審會議 決議略補充修正後再審 開發單位在109年的5月20號含送補證資料至本署 那本署也在5月21號的時候 含請本案的專家小組的委員辦理書面審查 相關的意見也都由電子由電警開發單位回覆了 那本次的會議呢已經依前次會議的決議 增邀交通部鐵道局以及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沿線公司 就本變更計畫對於高速鐵路的影響提供意見 那以下簡述在4月24號專案小組出審會議的一個決議 主要有請開發單位再補充4大點 第一大點是施工期間的細懸浮為力排放增量的一個 具體抵換減輕的措施 第二個是施工期間的一個圖石方站置區的一個規劃 規劃以及相關的環境保護措施 並且提出減輕對策 第三個是施工期間的一個污染防治措施 以及控制效率的合計應達70%以上 第四個是本次變更所辦理的環境監測計畫作業 應該要在營運期間監測期滿後 要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變更 然後呢 今天的會議議程就是請開發單位 就前次的會議結論的重點去做說明 以及我們書審的時候的一個意見提供的一個重點 再要回覆說明 然後簡報時間是15分鐘 那今天是沒有民眾登記發言的 建議 那最後提醒本案最後做出來的一個結論文字 是一個出稿 以本署發函的文字為準 以上說明 公記書的說明 我們是不是請開發單位開始簡報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以下就代表開發單位來進行今天臺灣西部走廊 東西向快速公路建設計畫台南至關廟縣 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的簡報 那今天簡報主要分成六個部分跟各位報告 從計畫概述 變更內容說明前次審查決定辦理情形 以及保護對策的一個檢討 然後針對本次的書面的一個審查意見 我們做了一些重點的回覆 最後做一個結語 那首先在計畫概述的部分 本計畫最主要是要銜接台南地區 它的都位區跟生活圈 那西側部分是銜接到台61 東側的部分則到關廟區跟歸人區交接處附近 總長47.3公里 那目前的編號是台86線 開發單位目前是屬於內政部營建署 那在整體的一個計畫規劃來講的話 它總共設置了七個交流道 那目前這次申請變更的範圍是屬於大潭交流道 也是原本的環說書裡面編號交流道F 那全縣台86線在102年的12月已經完工通車 而在本次變更的理由 最主要是因應高鐵特令區 以及前瞻基礎建設綠能科學層 它的一個交通成長以及周邊路網的需求 那將本次的一個計畫來講的話 納入它的科學層基礎建設公共建設之一環 因此我們這計畫推動有它的必要性 那本計畫推動完之後 預期經由本大潭交流道可以 經由那個新增招道之後 可以銜接都市計畫道路 直接進入到所謂沙輪的一個綠能科學層 可以有效減少運氣跟它的周邊的一個交通影響 避免整個交道下來 經過中正南路二段跟大五路 進入到這個沙輪那個科學層的一個路線 所以整體預期在整體計畫建設完成之後 它可以有效改善中正南路 它的交流的一個車流交織的情形 以及減少它的一個交通負荷 同時未來我們在整體的道路完成之後 可以提升整體的一個高鐵台南站 它整體連外的一個道路浮路的品質 同時也能促進整體都市計畫區的一個開發跟發展 那同時也因應整體公路全責的一個維管的一個需求 開發單位未來將由內政部營建署變更為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五區養護工程處 而且我們有針對目前台巴16線 目前相關的一些現況跟環評內容的差異 一併辦理這一次的一個變更 納入這一次的環差變更裡面之心 那這是歷史的一個環評變更 本基礎原環景影響說明書 在民國82年金環保守審討 同意之後期間因為工程內容計畫的一些調整 辦過一次環景影響差異分析 及兩次的變更內容對照表 那本質是屬於第二次的環差分析 那前置最主要的一個變更內容 包含開發單位跟主線的一個工程設施等等 那本質來講最主要是針對交流大的部分來進行調整 以及配合施工期程 就是說以實際的施工期程的內容 我們進行做一些修正 同時也針對既有的一些土方的一些處理方式 跟景觀美職的一些要求 做了一些局部的一些調整 那整體的調整內容最主要是在開發單位 我們由原本的內政部營建署 變更為交通部公務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 在工程計畫內容變更部分 我們最主要是在原本的F交流道的部分 我們新增一條東出雜道銜接都市計畫道路 而在既有的一個道路的一個設施的一個變更部分來講的話 主要是配合目前的一個雜道的一個行程方向 跟環收書內容的一個不一致我們進行修正 同時也針對施工的一個期程部分 辦理整個作業的檢討 在土方的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原本在原本的環差跟環的對照表部分來講的話 總共需要戒土是30.8萬 那目前依據竣工後的一個土方向是30.7萬 一必做一些檢討修正 在景觀美質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也針對在齊領路段 它有中央潮化區的一個 的一個直災面積 我們移到兩側潮化島 另外針對整體的一個橋下空間直載的部分 原本有規劃要做預規碑的一個直災潮的一個設施 我們目前來講的話 還是維持整體的一個景觀直災 只是要取消整個直災潮這個硬體設施 那這整體交流大的一個配置說明來講話 我們預計在目前既有的一個大潭交流道 我們要擴建一個橋樑之後 然後穿越兩個閘道 經過高鐵橋下方 銜接到高發二路都市計畫道路 總長至951公尺 那這是整體道路的一個端面配置 我們利由經由那個橋樑部分跨越東正南路 然後興建橋樑部分在高鐵橋的西側下地之後 然後由高鐵橋的下方以銜接平面道路 那整體的路段配置像這張圖 而在整體工程內容部分 未來我們新增達到部分 最主要的工程形式上有三檔 一個是橋樑 一個陸體式 一個另外一個是平面段 而針對橋樑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有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屬於橋樑拖關段 一個是新設斷 那橋樑拖關最主要是配合目前既有的一個 風出的一個砸道 我們採鋼箱樑的方式來進行設置 那橋面板為採取固接的方式來進行設施 以維持整個高鐵橋的安全 那新設的橋樑部分 我們是採玉立混凝土相性量的方式來設置 而在橋樑下部結構部分 我們都採用單一式的一個橋墩 而基礎部分全部都採用全套款集裝 作為它的一個基礎結構 另外在排水的設置部分 我們陸體都是採用矩形溝來收集地面排水 而在橋面部分 我們是採用卸的方式 將橋面上的一個排水收集之後 納入既有的排水系統 那施工期間我們會設置臨時的排水跟倒水設施 來維持整個區域性的一個排水的一個順暢 避免影響器功能 而在大地工程部分 我們配合當地的一個地質條件 我們基礎是採用全套款集裝來進行施作 同時開花階段 我們採鋼板裝的档土來進行支撐 來減少施工空間 跟減少它的開花量體 維持它的施工安全 而在档土部分 我們配合現地的一個填土的高等的差異 分別會採中壹市跟懸壁市擋土來進行擋土支撐 在土石方案處理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未來在針對開花所產生的一個圖 我們是採大潭交流道區的挖田坪的方式 將整個基地裡面的大陸整地橋墩基礎開花所產生的土方 大概是六千多平方公尺 那我們規劃運到陸體段跟大潭交流道範圍內 來進行填足獲得站滋 那如果有站滋需求的時候 我們會在站滋區周圍設置節油溝跟臨時塵沙池 那初步沈澱之後才納入附近的一個排水系統 那站滋期間我們進行灑水跟覆蓋 以維持減少站滋期間所產生的一些淨油沖沙 跟它的揚程的影響 那未來施工期間 我們也會引擎相關的一些交通維持計畫 那包含工區周期要收那個設置扭持的需護欄 或相關的一些警戒設施來維持周邊的一個交通安全 另外針對我們前日審查結論辦理前行的部分 也說明如下 一 補充施工期間矽懸符合力增量之抵換減輕措施 那我們是最主要參考環保署所公告的一個增量抵換處理原則 將施工期間它矽懸符合力增量部分 我們是採用洗澡的方式來進行抵換 那未來等於計算結果我們洗澡長度大概要11公里左右 那當然未來我們會針對施工區範圍內 我們會進行灑水覆蓋來做減低相關的一些養殖的一個影響 另外補充施工期間土方戰士區環保措施跟影響的一個減輕對策 那未來我們的土方戰士都規劃在大唐交澳道範圍內來進行戰士 同時在空氣的一個品質維護部分 我們是採用灑水跟覆蓋來減少它的陽成液晒 那施工完成之後我們採取在後面會進行直升來進行保護 而在於降雨淨流的一個沖沙部分 在土方的一個戰士區周圍 我們會設置潔流溝跟臨時沉沙池 那沉沙之後將那個排水才會納入既有的排水系統 那暴雨期間我們也會針對戰士區 要鋪設不透水布來進行覆蓋來減少淨流所造成的影響 而在施工期間污染防治措施的一個控制效率 我們未來在施工期間我們會採行施工圍籬灑水 以及裸露面覆蓋防塵網等等 總控制效率可以達到80%以上 另外在營運期間這個監測期滿後 我們目前所規定是說初步研禮是先至少執行一年的環境監測 那當然未來會配合整體監測的一個相關的一些監測成果 依規定疫苗環境法的規定到環保署核准之後 我們才會停止後續的一些監測 而在整體的環境保護的一個對策檢查部分 未來針對土方的部分 我們在施工期間也會落實相關的那個保護措施 包含在暴雨期間要膚射不透水布 並設置結油溝 同時回填完之後予以直升保護 而在水質維護部分來講的話 生活的污水以及世界飛水 我們會為多帶清除業者來盡力處理 而有施工單位未來在施工前 我們會擬定激流飛水污染消減計畫去域執行 同時我們在排水部分也設置透水性的一個集水井 減少地面淨流的污染物直接排入河川的一個水體 在施工運輸部分 未來我們是要求採用那個合格的油品來進行 那個施工機具的添加的油料 那同時在機具的車輛部分來講的話 有要求以符合四期以上的一個排放標準 或者三期以下取得那個排列標章的一個運輸 跟施工的車輛 而在洋程抑制部分工區內 我們是採用灑水覆蓋的方式來 減少它的洋程的影響 同時周邊要設置施工圍律 總控制效率要達到80%以上 同時配合施工作業來進行相關的一些道路洗掃措施 而在噪音震動部分 當然我們未來會採用低噪音的施工方式 包含全套管集中的一個施工方法 同時除了在橋樑的一個吊掛過 或者連續性施工之外 我們避免在夜間來進行施工 未來在施工期間也會進行環境的一些噪音的監測 也會是施工區的一個環境安寧 在交通管制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會配合整體的入口 要設置標示並派員來進行指揮 那如果說進出口的部分道路有破損 有沒有進行維護 在整個橋樑的施工階段 橋樑施工設置時 我們會做相關的一些安全防護措施 避免物品掉落影響到行車安全 而在景觀維護部分來講 未來我們會在周邊設置施工圍籬 那施工完成後 我們會針對交流到附近的一個陸前範圍內 我們會進行相關的一些綠美化的一些措施 在死機的保存資的部分 我們會遺照文資法規定來辦理 而廢棄物的部分 未來我們會在工區內設置 那個垃圾桶分類後 然後委託帶清除業者來進行處理 那如果說有涉及到混凝土交織後的一些原料 工料等等 我們要求混凝土原車運回 禁止在工區內進行棄制 而在地質安全的部分 那未來我們開發是採分階段的一個進行 來確保開挖區的一個邊坡穩定 同時基礎採全道管基礎 那開挖期間 我們是以鋼板裝來進行當土之災 來確保它施工期間的安全 同時在橋梁偷關段的部分來講 我們也會針對開挖的一個施工區域 來進行安全性的監測 而在陸域生態部分 我們未來要落實相關的一些環保措施 包含灑水以及專搜野生動物保護法相關的規定 以減少對於周邊的一個生態上的一個勞動跟影響 而在高鐵橋安全的部分來講 我們依據那個高鐵進線線的相關規定 在高鐵兩側60公尺範圍內 我們的一個附圖要小於1.5公尺 那施工期間來講的話 我們會針對鄰近高鐵的一個既有橋增 來進行安全性的監測 同時也依據那個高鐵局的要求 我們在高鐵橋下達不得堆置土方公鑰 跟相關的一些機具設備等等 避免影響它的橋梁安全 而在整體監測計畫部分 未來我們在施工期間來講 我們會進行公計照應水質交通等相關的一些環境監測 那環境監測執行上 初步先至少要執行一年 並依照環民法規定來暴停之後 才會停止監測 而在我們本次的一個孫命預見的一個審查部分 我們做了一些重點的一些回覆 那相關的資料我們已經放在 今天的一個會議資料上勤委員相參 那其中有關於空氣模擬跟評估的一個對策部分來講話 未來我們會在施工期間會透過施工圍律灑水 裸露面覆蓋等等 我們總控制效率可以達到80%以上 來減少整個陽城的疫症所造成的影響 而未來在我們的模擬這個部分來講話 我們測氧限制法是以目前的一個施工區 車站的一個臭氧阻止濃度來進行背景值的一個計算 採用所謂的臭氧限制公式來進行 做相關的一些計算 那相關計算結果來講 我們算出來的臭氧限制法的一個計算前 跟計算後的一個濃度指 針對各開發階段以及各敏感受體 它的一個精光值的一個相關的一個結果 那現在差異並沒有非常明顯 那主要我們檢討結果 最少是我們是屬於第三級的一個臭氧管制區 所以在針對這個臭氧反應後完整來講的話 它所造成由氮氧後直接反應成二氧化彈 它的反應的量值會比較高一點 而在安全警制的一個停工機制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在施工期間在高鐵橋下部分 我們會進行它的一個施工監測 每週一次的一個安全性的監測 那在監測期間 我們有設置了所謂警戒值行動值跟危險值 作為我們指標的一個參考 其中我們只要到於警戒值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會增加監測頻率 並遭該安全檢討會議 那如果超過行動值的話 我們要求是相關的一些作業停止 相關的一些施工行為 並採取補強的一些改善措施 來確認安全無遺之後 才會進行後續的一個施工的一個作業 當然我們最主要我們要避免有可能達到 所謂危險值這樣的一個情形產生 而在於生態的一個植栽跟遺植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目前所檢討的一個植栽數量 最主要是參考大潭交流到它的一個 竣工的一個資料 那我們將相關的植栽的一個調查結果 如這一張表所示 那所有相關的調查 我們也參考大潭教道鄰近地區 它的一個工業區 它有做在大潭教道旁邊100公尺 它有做了一個生態的完整的生態調查 那我們主要自然度是以0跟自然度2為主 那在動物部分來講的話 最主要有發現 主要是鳥類跟爬蟲類是屬於保育類的一個動物 那相關的植栽的資料 我們會進行相關的補充匯增 那最後最後結果 我們這計畫是屬於前端基礎的建設 那因此未來完成之後 可以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 那我們也希望這一次的變更之後 能夠獲得委員的同意 讓整個交流到的一個基礎建設 能夠順利的推動 以上報告謝謝 好 謝謝開會單位的簡報說明 那一下我們按照程序 是不是今天的一些列系單位來表示意見 那首先是不是請 交通部的陳先生或是劉先生 交通部 交通部這邊就它的必要性在說明 那這次的變更 它主要是為了配合前瞻基礎建設的 沙輪科學城的連外道路的建置 它把台76原來大潭交流道 東出的渣道 拓寬為兩個車道 然後再銜接地方道路 它完成之後可以紓解台86大潭交流道 通往這個高鐵站的車流 可以因應這個高鐵屢次的成長 還有沙輪綠能科學城未來的增加的車流 那它的這個調整變更 主要是為了配合沙輪綠能科學城的整體規劃 是屬於前瞻基礎建設的公共建設 卻有它的必要性 建勤各位委員支持 謝謝 陳先生的說明 那劉先生有沒有補充 劉先生 對不起 沒有 沒有 OK 我們下一位是交通部公路總局的黃 黃先生 沒有一件 OK 好 那 那個 台灣高速鐵路公司的賴先生 賴先生 大家關心的是 還是要到前面 OK 好 那邊 主席 我是台灣高鐵公司代表 那針對剛剛那個的簡報的相關內容 我大概有些意見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那個高鐵橋樑的呈現去監測的頻率 建議做每日一次 因為在這個通過這個可能你一個禮拜一次的話 在你肚子的的施作裡面可能一個禮拜禮就已經過去了 所以說基本上建議在施工的時候 來進行每日進行一次 每日要進行一次的檢測 而不是一週一次 這個請那個主辦單位考量一下 第二個有關於橋樑的便位監測所採用的 的點只有兩處 但是實際上基本上一般來講 因為你的對高鐵來講 它是一個相對的便位跟傾斜的問題 所以他必須基本上建議 他應該是要往前後再隔一頓當初不動點 來針對一個相對的便位的監測 第三個有關於那個高鐵橋樑的呈現跟請寫的方法 依據那個兩次進行辦法 裡面講到的警戒指跟行動指 在兩次進行辦法沒有什麼危險值 這個沒有無險值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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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詞 它只有警戒指跟行動指 那其實裡面兩次進行辦法也有規定 如果超過警戒指的時候怎麼處理 然後行動指怎麼處理 那他另外有關相關規定的 他的警戒指的定義 跟行動指的定義 請依照兩次進行辦法規定來做 他這個以這個簡報來看 這個好像寫的好像不是這個 不是依據兩次進行辦法出來的指 所以請那個設計單位 可能要針對兩次進行辦法 那個指再去進行的 再去規定 然後第四點是有關於那個本案施工前 請提送那個施工計畫書 然後經過交換部鐵道局 合格同意以後再繼續施工 以上謝謝 好 那個高鐵的梁先生這幾個意見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希望增加這幾下 有關監測的頻率 還有監測的點數 那你那個增加監測 這參考也沒有一個位置的建立 對 那你說前後大概距離多遠 對 大概要多遠 對 大概要多遠 另外再往前後各一個橋程 往前後再各一個橋程 OK 好 OK 好 那你這個前後一個橋程 是不是可以把它寫在你的書面意見裡面 OK 好 謝謝 謝謝 那這個部分大概蠻明確的 那樣子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現在請那個台南市政務 翁先生 好 沒一件 OK 翁先生 然後 OK 內政部營建署的蘇先生 沒一件 蘇小姐對不起 雖然江先生 沒一件 OK 好 那個第五區廠工程師開發單位 OK 好 好 那我想剛剛高鐵公司的意見 是不是心裡首先先表示一下 沒有什麼問題或是 或是這樣 高鐵公司的意見 那當然我們原來在設計審查的時候 他們也有同樣的意見給我們 然後最後我們會會整在我們的一個監測計畫書裡面 報給他們同意 那 細的部分大概 如果說每週改每日監測或是監測點增加 或是 警戒值 警戒值跟行動值 還有另外一個那個是 不符合的部分 我們把它修正掉 全部我們就 遵照高鐵公司的意見來辦理 好 以上 謝謝 謝謝 那以下是不是請我們請各位來表示意見 那我們就按照座位的順序好不好 首先是不是請主委 主席 主席 各位大家好 我本來是沒有意見的 不過今天看到我們的這個回覆的東西 有兩位委員沒有來 那我針對那兩位委員 你們開發站會對他的回覆 我表達我的進步的意見 那第一個是原金委員他所提的意見一 他提到說過去的這個第三優先路段的這個借土 那他希望能夠看到那個土質的這個檢驗的結果 是不是符合規劃 那你們的回答是說 當初的紙本已經 因為水災不見了 那我的建議說這樣的回覆可能 我想原委員不會滿意了 我也不太滿意 那是不是可以再針對該路段的這個 那些基礎的地方 去採一些土樣然後做一些檢驗 回覆的清楚一點 那第二個部分是我看到李玉銘委員 所提的第二個意見 他說你們這邊承諾是挖田平衡 那希望你們能夠確定 可是你們的回覆寫的真的是語言不詳 提到說優先田主 並規劃站置或田主 看起來就是非常非常模糊 建議你們能夠確實的承諾 謝謝 主委員你講不行 李建復的議員 謝謝各位委員 那個跟主委員他都講別人的意見 我也是講別人的意見 有一位委員 李培芬委員 特別要我 表達他的意見 同時也是我的意見 就是 那個營運初期環境監測 執行一年 今天講說一年以上 但是書面寫執行一年 這個他是講義建議裡面刪掉 應該修正成 類似我的書面意見跟你們的答呼意見 怎麼修正 我念一下 就是 營運初期環境監測 監測結果成穩定狀態後 並以施工前施工中進行比較分析 確認未對環境造成負面衝擊後 再行啟動 就是後面就是你們的 再行啟動 停止監測之環境變 跟兵衣規定等等等等 他的意思跟我的意思差不多 就是你不要自己設定 那個營運期的監測期限 那個是 不同的監測項目或種類 他的監測期限是不一樣的 不要自行說 我就測一年或一年以上 我們都知道水質也許沒有影響 所以也許會短一點 那你生態也許會很長 噪音空屏不同不同 有不同的極限 所以他 私底下告訴我希望你們把那一句話刪掉 李鑫委員都還幫你們寫好怎麼寫報告 我們現在請游聖傑游委員 主席各位還有開發單位 一點意見就是每一次這種交通工程的建設時候 最後都要做監測 監測的時候都會講說 基本上這個交通工程對水質不會有任何影響 我們也都知道沒有影響 但是常常發現結果就是你開發的下游 會比上游來得嚴重一點 所以我是建議你們這一次在做監測的時候 先預想到未來可能發生的情形 在你們水質監測有三個監測點嗎 其中那個中正南路那個監測點 建議移到城大排水的上 因為城大在那邊有一個中心 把它移到那個剛好在它的排水的上游 那就等於有點類似背景值嘛 然後在台86那個點 建議移到中正南路下游 最接近砸到剛好轉過去轉彎的那個地方 這樣子的話比較容易去看說 你最上游的那個跟最下游的這個 那中間差一個城大進來之後會有什麼影響 以上建議 郭委員大概很用心幫你建立那個 避開一些干擾的可能的一些監測水位置 我們請張學文張委員 那個關於你們那個生態資料 開發單位可能 就是說 你們以後要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你如果有實際開挖一個基地的話 這個一定要做基地跟周圍的調查 生態調查 那你們現在 現在是用原來是用什麼台灣大台南會展中心的資料 那個已經很很舊了 三年以前然後又離開一公里 那你現在說是恆耀工業區的 它的一個監測資料 這個監測資料的話 你要提供就是說 它跟這邊重疊範圍多少 還有就是我今天看你這個簡報資料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是不是他們已經做到你們這個基地 就按照環保署的技術規範這樣做 如果是的話就可以 如果不是的話你要重做 我就很簡單了 你這個拿出來說 四顆十八種 哺乳類這些 如果是整個 歸人恒耀工業區 它的調查報告 你不可以拿到這邊來報告 你這個 這個根本就不是你的資料 不是你這個基地資料 很重要就是基地本身 基地開發的本身 裡面有哪一些動植物 我們要知道 那周圍如果你用其他的相近的 他剛好有重疊的地方 你來說 這個我們過去別人做過了 那也是最近資料 你可以這個 你可以說我們 我們可以拿來做參考 但是你的調查資料不可以少 所以你這個 這個如果你不是 不是他專門為你這個基地 所做調查 按照規範做的話 你還是要重做 張學文委員的意見 我想 如果需要的話 可能還是要去補充資料 好 那我們再下請那個劉亞先生 劉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還有開發單位 大家好 原則上我沒有進一步的意見 可是我有一點建議 就是 因為在這個路段 是有新化跟那個 後甲里斷層 那它分別是第一類 跟第二類 所以我會建議 在那個六至五頁那邊 對於斷層描述 可能要再明確一點 因為其實後面我有看附路 其實都有都有寫 可是可能 在那個描述上面 可能要再明確一點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比較活動 比較頻繁的斷層 然後另外就是 我看到你們有 其實已經有去打過地質專探 然後有言行 所以如果說 可以補齊那個照片的話 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在觀察上面 會比較明確 謝謝 劉委員 我們請江鴻龍江偉 主席 郭委員 還有開發當然大家好 我覺得 有關於我那個書面 裡面提到那個 氮氧化物的控制的部分 我比較建議就是說 你除了承諾用四期以上的 那 你如果找不到四期以上 三期以下的應該要有一些 污染控制的措施 比如說它 要加裝出煤轉換 或者是要裝濾煙器 這樣才能夠 比較落實空虛碗的控制 以上 江河委員 我自己大概有幾個意向 三個意見 第一個 其實這次變更裡面 就像剛剛 朱委員提到 那個嚴禁委員提到 你在已經 那個已經增加戒土發那個部分 其實我的理解 應該都已經完工了嘛 對不對 那都完工了 我現在才來 申請這個差異分析 這個在行政程序上 是不是應該要做一些 相關的一些 處理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請 應該是 這個意見不是給你 這個意見是給環保署 這應該有一個 因為你把幾個字寫在裡面 對不對 這這個是第一個意見 第二個意見是 上次有比較多委員討論 這次大概都沒有委員討論 就是有關 你那個 原來還說 附入實施有關 一些高架段 跟陸體段的美化工程 那這次全部都要把它提 刪除 可是刪除的理由 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講 為什麼要刪除 我個人感覺 是不是如果我能夠保留 是不是能夠盡量保留 那上次委員討論 其實是盡量去保留 對不對 可是你們後來好像就對這段 今天節目都沒有在提 那這個是兩個有關的 變更內容 第三個其實跟江委員一樣 就是你要NO2的模擬 第一版本是給我們是 大概100多 對不對 那第二個版本剩下10 那第三 今天這個版本 剩下1點多 所以三個版本都不一樣 是不是 而且你這次版本裡面 你寫的說 本計畫 假設 什麼NO2 有Nux去0.9 那就是NO2 這樣去0.1 進行NO2模擬 這個完全不合現在的所謂模式模擬作業規範的內容 所以我也相信你根本沒有做所謂的臭氧限制法 所以我相信 這個部分我是覺得顧問公司可能要去好好努力 這個顧問公司顯然 這部分的東西是一變再變 省了三次 我們看了三分就是變了三次 對不對 那其實我從這數據我看起來 其實根本完全沒有用到什麼臭氧限制法 所以 這個部分是跟剛剛張委員我們提到一樣 就是說這個 這些資料的期限性 這案子本來應該很單純的 可是因為顧問公司這樣子 我們很難審下去 好吧 那各位的意見大概都從 表達了 是不是請開花單來做一下綜合答覆 主席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以下我針對那個這個委員的 對相關的一些我做一些補充的一個說明 那有關於剛剛朱委員所提到針對 土質的部分 因為目前我們從現有的那個內政部 營建署那邊所提供的一些資料 目前沒有當時他所對相關取得 一些土質資料 那如果真的要取得目前相關田竹 一些土質上可能必須透過現場的一些補充 調查才能取得現在田竹區 他的相關的一些土質檢測的一些報告 那另外在土方的一個承諾的一個項目 內容來講的話 那我們當然目前最主要是因為整體的一個 田竹區在所謂的一個暫存的部分來講的話 區位為我們會在相關的一些區位 跟那個數量來講的話 我們也會做進一步的一個補充跟說明 那有關於李委員所提到就是說 在監測的一個內容的一個計畫等等來講 我們會按照委員所建議的內容 我們去做一些修正跟補充 而在於委員所提到一個水質監測測站 那個調整部分 也會按照委員的一個所建議的內容來辦理 那剛剛張老師有提到 特別就是說在生在補充部分來講的話 那當然我們目前就當時橫耀工業區 他所做的一個調查範圍 有涵掛到我們這個計畫區的一個 就是說他周邊一公里範圍內 也是有涵掛到我們這個計畫的一個全線範圍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整體的一個區內的部分 來講的話 因為在當時開發單位 目前並沒有針對在我們的那個計畫區內 去做比較詳細的調查 那如果說有必要的話 我們這部分也後續也要去做一些 對 那我們就會要去做一個補充的一個調查 那針對剛剛劉委員所提到的一些書面的一些 包含斷程跟專態的一些補充資料 我們也會一併納入我們這一次的那個緩差 報告書裡面去做一些說明 那至於在減量的部分來講 那我們後續可以利用相關一些機率 要求他們去設置那些所謂 觸媒轉化等等 來減少淡氧化物的一個 的一個排放 就觸媒的部分 就剛剛下面有提到 就是說在淡氧化物 減量部分來講的話 可以要求在機器部分 採用類似選擇性的那個還原觸媒類似這樣的方式 來減少淡氧化物的一個 你是顧問公司還是開發單位 顧問公司 開發單位知道他在講什麼嗎 開發單位有承諾要這樣做嗎 知道有什麼你要做這樣是什麼車子 可以做什麼車子不能做嗎 在柴油車部分來講 目前可以在這個排音的部分來講 去安裝那個觸媒的一個轉換 來減少 就是說在排音的部分會添加尿素水 來減少所謂的那個淡氧化物 這部分目前來講的話 應該是主要幾個那個大型的柴油車 是有在做這樣的工作 所以我就覺得 我很不客氣跟你講 顧問公司 其實從做淡氧化物的模擬 我覺得其實 一開始就做錯了 不要說你在騙我們 那你先這個回答 為什麼會這樣跟你講 你這回答基本上是 只是 呼籠我們而已 我能夠這樣跟你這樣講 對不對 你其實是在呼籠我們 那你根本是連什麼樣的車子 是可以裝SCR的住美控制器 什麼不行都不知道 那就要求公司 我想開發單位應該是不知道 所以我才問開發單位 對不對 真正需要裝的是不能裝 可以裝的都已經有了 實際上可能沒有好好用 謝謝主席的指導 那我想針對剛剛主席提到 就是說針對所謂那個前面審查 所提到的一些相關警官職災的部分 因為職災裝俗考考慮到是因為 他有在高校橋下面本來是要用玉龜杯 這樣職災潮的方式去做職災 那目前因為考慮到玉龜杯這樣的一個 硬體設施 可能會影響到他橋梁基礎結構 檢視上面的安全 所以他橋梁控制 他目前還是以止災的方式來進行 只是說沒有用玉龜杯這樣的一個止災槽 去做這樣的硬體設施 那另外有關於剛剛委員所提到 就是說臭氧限制法的部分來講話 那我們目前確實是有針對臭氧限制法 他的一個 他所ISC模擬出來的氮氧化物 那依據那個臺南是他針對各祖史的一個臭氧 我們去做一些計算跟換算 那這部分我們因為他的資料量是比較大 我們是可以補充在江湖的一些資料 我們是可以補充在那個緩差的報告書裡面 我們確實有做這樣的一個換算跟轉換 那剛剛民主有提到就是說 有關於那個圖縮書上面那個bar chart 他那個比例上的不一樣 那當著我們的一個說說在圖面上的一個示意來講話 是以氮氧化物用0.1的方式 轉換成二氧化氮這樣的方式去呈現那一張圖 但是就後續的一個資料上的一個 這一個統計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是採用車氧限制法方式去做他的年增量的部分 去做重新計算 回顧的內容 因為你今天這個書面分的應該是最新的了 對不對 你說本計畫假設施工期間 機器引擎的處於運轉狀態 而NO2引擎取0.9 過後NO2引擎取0.0進行NO2模擬 這句話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是這樣做的 是模擬那張圖出來 對不對 你是這樣做的對不對 所以說這樣這個我就告訴你這個是錯的 就這樣子 很清楚告訴你這是錯的 謝謝 因為就是因為也是錯的 所以才會變得到那麼低 好不好 所以說我才講說雇運公司要好好加強 那到底土荒有沒有平衡呢 我聽了半天我還聽不懂 我記得上一次的討論裡面 開發單位是跟我們講說 如果有多餘的土荒 會放在那個那個那個就是那個 你那個ramp下來那個中間有個土 土地那邊對不對 我記得上次是這樣 這樣這樣回覆的嘛 那今天為什麼到底 你現在講的東西還是沒有 到底土荒是不是跟上次一樣 確定要平衡 那如果多餘的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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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那邊去 目前土荒來講還是一樣 在大潭交流道範圍內去進行土荒的平衡 並沒有說萬一到那個交流道範圍以外的區域 所以是 他當然承諾土荒平衡這個部分 目前這個這個這個 增加那個大潭交流道的部分 OK好謝謝 謝謝 各位還有其他的意見 對剛剛臺灣大會的 回路 沒有齁 臺灣大會的回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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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們這案子 我們委員會來建議審查通過 但是有一些可能要請開會單位再補證 那補完又委員還會來確認 確認才送大會 好不好 我們先讀一下那個結論 先讀本日今日會議的結論 本會議的結論文字為出稿 請以本署會後正式發含的會議記錄的文字內容為主 本案是建議審核修正通過 一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建議審核修正通過 二 請開發單位於2019年8月31日前 一下例事項補充修正後 經有關委員專家學子 先關証確認後 提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討論 補正事項第一點 檢核施工期間二氧化彈濃度 模擬之合理性 重新評估二氧化彈排放增量及影響 並提出減輕及防治措施 二 檢討調整施工期營運期間環境監測計劃 含空氣品質 水質及橋樑變位監測等之監測時間點位及頻率 三 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相關評估技術規範補充生態調查資料 四 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見 五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被查後 變更內容史的實施 附帶建議的第三點 就附帶建議 就本案第三優先路段實際戒途 約30.7萬立方公司 以於環平和定量之情形 請本署環境督查總隊進行了解及托除 第四點是我們法規知識文字不再宣讀 以上補正事項請開發單位確認 大家對審查會議前面沒有意見 謝謝委員的一個指導 謝謝 OK 好 那如果大家都沒意見 我們今天會就到這邊結束 好 謝謝大家 謝謝